第六回合酒受惠瞒天王婆帮贤玉宇慈曰 别后谁知诸分玉坡 望海市山蒙天共酒 偶练着山鸡 折气卵愁 从此消狼泪暗流 过秦楼几空回首 纵新人圣旧 也应须一别 洒泪灯舟 却说西门庆去了 到天大明 王婆拿银子买了棺材名气 又买些香煮纸钱之类 归来就与五大灵前点起一盏随身灯 邻社街坊都来看望 那妇人虚掩着焚脸假哭 众街坊问道 大郎得和病患便死了 那婆娘答道 因害心疼 不想一日日月重 了 看看不能够好 不幸昨夜三更骨死了 好事苦也 又耿耿夜焉甲哭起来 众林舍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 不好之故问他 众人尽劝道 死是死了 活得自要安稳过 娘子省烦恼 天气宣热 那妇人只得甲义而谢了 众人各自散去 王婆抬了棺材来 去请五座团头和酒 但是入恋用的都买了 并家里一印物件也都买了 就于报恩寺叫了两个禅和子 晚西半临拜颤 不多时 和酒先拨了几个火加整顿 且说和酒到四排十分 慢慢的走来 道子 石阶巷口 迎见西门庆 叫道 老酒何往 和酒答道 小人只去前面练这麦吹饼的五大郎失守 西门庆道 且停一步说话 和酒跟着西门庆 来到转角头一个小酒店里 坐下在格尔内 西门庆道 老酒请上座 和酒道 小人是何等人 敢对大官人一处坐的 西门庆道 老酒何故见外 且请坐 二人让了一回 坐下 西门庆吩咐酒宝 取瓶好酒来 酒宝一面铺下菜蔬果品 按酒之类 一面烫上酒来 和酒心中一记 想到 双饮好 西门庆自来不曾和我吃酒 今日这杯酒必有蹊跷 两个饮够多时 只见西门庆向袖子里摸出一定雪花银子 放在面前说道 老酒休闲轻微 明日另有愁谢 和酒插手道 小人无半点效力之处 如何感受大官人见次银两 若是大官人有使令 小人也不敢辞 西门庆道 老酒休要见外 请收过了 和酒道 大官人便说不妨 西门庆道 别无甚事 少客他家自有些辛苦钱 只是如今练武大的尸首 反百事周全 一床紧被遮盖择个 和 酒道 我道何事 这些小事 有甚打紧 如何感受大官人银两 西门庆道 你若不受时 便是推却 和酒自来 拒西门庆是各把持官府的人 只得收了银子 又吃了几杯酒 西门庆呼酒保来 记了账目 明日来我铺子内之前 两个下楼 一面出了店门 临行 西门庆道 老酒势必记心 不可泄露 改日令有补报 吩咐 吩咐罢 一直去了 何酒接了银子 自存道 其中缘故那却是不需提起的了 只是这银子 恐怕五二来家有说话 留着 道是个见证 一面又存道 这两日道要歇银子脚缠 且落得用了 道期间再做礼会变了 于是一直到五大门首 只见那几个火家正在门首伺候 王婆也等得心里火发 何酒一道 便监火家 这五大士肾病死了 火家道 他家说害心疼病死了 何酒入门 接起帘子进来 王婆接着道 久等多时了 阴阳也来了半日 老酒如何这咱才来 何酒道 便是有些小事伴住了脚 来迟了一步 只见那妇人穿着一件素蛋衣上 白布镖笛记 从里面假哭出来 何酒道 娘子省烦恼 大郎已是归天去了 那妇人虚掩着泪眼道 说不得的苦 我夫心疼病症 几个日子便把命丢了 撇得奴好苦 这何酒一面上上下下 看了婆娘的模样 心里暗道 我从来只听的人说五大娘子 不曾认得她 原来五大郎讨得这个老婆 躲在屋里 西门庆这十两银子使着了 一面走向林前 看五大师手 阴阳宣念经壁 接起千秋帆 扯开白卷 定睛看时 见五大指甲青 唇口紫 面皮黄 眼街突出 旧之事 众恶 旁边那两个伙家说道 怎的脸也紫了 口唇上有牙痕 口中出血 何酒道 修德胡说 两日天气十分炎热 如何不走动些 一面七手八脚葫芦提炼了 装入棺材内 两下用长命定定了 王婆一力窜躲 拿出一吊钱来与何酒 打发众伙家去了 就问 几时出去 王婆道 大娘子说 只三日便出病 城外烧化 何酒也便起身 那妇人当夜摆着酒请人 第二日请四个僧念经 第三日早五更 众伙家都来扛台棺材 也有几个林社街坊 吊 孝香送 那妇人带上孝 坐了一城轿子 一路上口内假哭养家人 来到城外化人场上 便叫举火烧化棺材 不一时烧得干干净净 把姑事洒在池子里 原来摘堂管带 一应都是西门庆出前整顿 那妇人归到家中 楼上设个灵牌 上写王夫五大郎之灵 灵床自前点一盏琉璃灯 里面贴些金番钱纸 金银钉之类 那日却和西门庆坐一处 打发王婆家去 二人在楼上任意纵横取乐 不比先前在王婆家茶房里 只是偷鸡盗狗之欢 如今五大已死 家中无人 两个肆意庭眠整宿 初时西门庆孔临社桥破 先到王婆那边坐一回 落后带着小丝竟从妇人家后门而入 自此和妇人情沾易密 常时三五夜不归去 把家中大小丢得七颠八道 都不欢喜 正是 色胆如天不自由 情深易密两绸缪 贪欢不管生何死 溺爱谁将身体修 只为恩深情郁郁 多因爱阔恨悠悠 要将无悦冤仇解 地老天荒难歇休 光阴迅速 日月如梭 西门庆瓜腊那妇人将两月有余 一日 将近端阳佳节 但见 绿阳鸟鸟垂丝碧 海流点点烟之赤 微微风动漫 萨萨良亲善 处处过端阳 家家共举商 却说西门庆自月庙上回来 到王婆茶坊里坐下 那婆子连忙点一盏茶来 便问 大官人往那里来 怎的不过去看看大娘子 西门庆道 今日往庙上走走 大劫间记挂着 来看看六姐 婆子道 今日他娘潘妈妈在这里 怕还未去理 等我过去看看 回大官人 这婆子走过妇人后门看时 妇人正陪潘妈妈在房里吃酒 见婆子来 连忙让座 妇人笑道 干娘来得正好 请陪俺娘且吃个进门斩儿 到明日养个好娃娃 婆子笑道 老身又没有老伴儿 那里得养出来 你年小少壮 正好养力 妇人道 长眼小花不接老花结 婆子便看着潘妈妈 曹道 你看你女儿 这等伤我 说我是老花子 到明日还用着我老花子里 说吧 潘妈道 她从小是这等快嘴 干娘休要和她一般见识 王婆道 你家这姐姐 端地百灵百利 不枉了好个妇女 到明日 不知什么有福的人受得她 起 潘妈妈道 干娘既是撮河山 全靠干娘做成则个 一面安下中柱 妇人斟酒在她面前 婆子一连赔了几杯酒 吃得脸红红的 又怕西门庆在那边等候 连忙丢了个眼色与妇人 告辞归家 妇人知西门庆来了 因一粒窜躲她娘起身去了 将房中收拾干净 烧歇一箱 重新把娘吃的残传撇去 另安排一席齐整酒窑预备 西门庆从后门过来 妇人接着到房中 到各万福坐下 原来妇人自从五大死后 怎肯戴孝 把五大灵牌丢在一边 用一张白 只蒙着 更饭也不纠彩 每日只是浓妆艳抹 穿颜色衣服 打扮娇样 因见西门庆两日不来 就骂 父亲的贼 如何撇闪了奴 又往那家另续上新田的了 把奴冷丢 不来纠彩 西门庆道 这两日有些事 今日王庙上去 替你置了些首饰朱翠衣服之类 那妇人满心欢喜 西门庆一面换过小丝带安来 沾包内取出 一件件拔与妇人 妇人方才败谢收了 小女盈儿 寻常被妇人打怕的 以此不瞒她 令她拿茶与西门庆吃 一面妇人安放桌儿 陪西门庆吃茶 西门庆道 你不消费心 我已与了干娘银子买东西去了 大节间 正要和你坐一坐 妇人道 此事带安娘的 奴存下这桌整菜儿 等到干娘买来 且有一回耽搁 咱且吃着 妇人陪西门庆脸儿相贴 腿儿相压 并兼一处饮酒 且说婆子提着各兰儿 走到街上打酒买肉 那时正值五月初旬天气 大雨时行 只见红日当天 忽被黑云遮掩 鹅儿大雨倾盆 但见 乌云生四野 黑雾所长空 刷辣辣漫空 仗日飞来 一点点击的芭蕉 生碎 狂风相助 青天老贵掀番 霹雳交加 太华松桥震动 喜盐驱暑 润泽田苗 正是 江淮河祭天心水 翠竹洪流喜酌青 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 买了一兰菜蔬果品之类 在街上遇见这大雨 慌忙躲在人家房檐下 用手帕裹这头 把衣服都淋湿了 等了一些 那雨脚慢了些 大步云飞来家 进入门来 把酒肉放在厨房下 走进房来 看妇人和西门庆饮酒 笑嘻嘻道 大官人和大娘子好饮酒 你看把婆子身上衣服都淋湿了 到明日就叫大 官人陪我 西门庆道 你看老婆子 就是个赖金 婆子道 也不是赖金 大官人少不得陪我一匹大海青 妇人道 干娘 你且饮斩热酒儿 那婆子陪着饮了三杯 说道 老身往厨下 轰衣上去也 一面走到厨下 把衣服烘干 那鸡鹅煞饭切割安排停荡 用盘叠胜了果品之类 都摆在房中 烫上酒来 西门庆与妇人重贞美酒 交杯叠鼓而饮 西门庆饮酒中间 看见妇人壁上挂着一面琵琶 便道 酒闻你善诞 今日好夕弹歌曲儿我下酒 妇人笑道 奴子又粗学一两句 不十分好 你却休要孝耻 西门庆一面取下琵琶来 嗚妇人在怀 看着她放在西耳上 轻书欲损 款弄冰弦 慢慢弹拙 低声唱道 冠儿不带缆梳妆 寄碗青丝云并光 金钗鞋插在乌云上 换梅箱 开笼箱 穿一套塑稿衣上 打扮的是西施模样 出绣房 梅箱 你与我卷起莲儿 稍一柱儿夜香 西门庆听了 欢喜的梅入角处 一手搂过妇人坟井来 就亲了个嘴 称夸道 谁知姐姐有这段耳聪 明 就是小人在购兰三街 两项香蕉唱的 也没你这手好弹唱 妇人笑道 蒙官人抬举 奴今日与你百依百顺 势必过后 休忘了奴家 西门庆一面捧着他相塞 说道 我怎肯忘了姐姐 两个歹代与尤云 调笑玩耍 少请 西门庆又脱下他一只绣花鞋儿 请在手内 放一小杯酒在内 吃鞋杯耍子 妇人道 奴家好小脚儿 你休要笑话 不亦时 二人吃得酒浓 掩闭了房门 姐一上床玩耍 王婆把大门顶着 和银儿在厨房中坐地 二人在 房内颠鸾倒缝 似水如鱼 那妇人枕边风月 笔娼妓游慎 百般奉承 西门庆一师呈枪法打洞 两个女帽郎才 聚在庙陵之际 寄进蓝房垫枕梁 家人才子亦何尝 方才枕上焦红竹 忽悠偷来火隔墙 粉蝶探香花恶颤 蜻蜓细水往来狂 情浓乐极犹鱼心 珍重弹郎莫相望 当日西门庆在妇人家盘缓至晚 欲回家 留了几两散碎银子 与妇人做盘缠 妇人再三晚留不住 西门庆带上眼罩 出门去了 妇人下了帘子 关上大门 又何亡 婆吃了一回酒 才散 正是 以门相送流浪去 淹水桃花去露迷 咱们下车 以后 再次 含